蓝英再报 去年疫情爆发时 政府阻挡民间团体买疫苗 指控卫副部长薛瑞源 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是两大门神 沈荣金还打电话给工商团体 要他们别找政府麻烦 当事人都否认指控 反批国民党在做梦 但国民党说指控都有所本 短向行政院报告 墙都来不及了 怎么会挡 这是没有尝试的乱墙 台积电鸿海愿意表示 上局跟政府一起努力 透过多方合约终于谈成 政府非常感谢这三家企业和团体 不必因为选举而扭曲的事实 苏文昌反向国民党造谣 卫福部也出具公文回籍 指出盛宏公司在接受工商协计会委托之后 向他们提出申请 他们在七月二号八月九号都回函 请盛宏补足申请文件 最后还是缺原厂授权 制造厂名称跟厂职等资料 才让捐赠泡汤 但人不但不买单 还预告下礼拜要告称职中读职 正在收集相关资料 准备做相关的告发 不是由行政部门一手遮天 我们希望在这个部分 司法单位也可以进行相关的调查 蒋万安担任议委以来都在未凡委员会 可是所谓的监督就是为反对而反对 现在他自己要选市长了还是不死心 继续拿疫苗的议题来打转 不过我们认为这样只是吃力不讨好 反而后座力会打到自己的身上 疫苗采购风波因为选战优先波兰 从政治到法律 燃绿攻防 战火短期内难以平息 好 这个疫苗的议题呢 就要看大家对它到底能不能够找出真相 不过找出真相 真的要花一点时间来看 到底疫苗或者是地方政府买疫苗 中央有没有党 包括了今天我们来看到 民进党台北市议会也开记者会 那这些这个台北市议员也公布了 市府采购计划流程 也说柯P跟黄珊珊自导自演 中央两次发文可自行采购 最后市府拜托议会删掉 今天有两位市议员在 我想先请南部曉议员 整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这整件事情 我想这个台北市议会里面 跨党派的议员都很清楚 我想这个会出议员也很清楚 一开始市府就提了28亿的预算 市长来议会做专案报告的时候 我们请他报告说那请问你要采购疫苗的 大概的计划是什么 你要买什么厂牌的 要买多少万剂 买进来之后 哪些族群优先打 结果市长在他专案报告的时候 面对不同议员的质询 他一下子说买BNT 一下说买Novavax 一下说要打第二季的 一下说要隔年打第三季的 说买成车 最后呢怎么样呢 到最后我质询的时候 他突然变成是反正计划 也都还没有写出来 这是一个叫做发明一个新名词 叫预备性预算 他就是这样子在唬隆 随便乱讲 那我们后来再去问主计处说 请问预算法上 有没有所谓预备性预算 是什么意思 主计处长也说没有啊 没有这种东西啊 为什么要讲这段历史给大家听 因为现在已经有人在颠倒是非啊 说是议会的议员 不让台北市去买疫苗 但事实上是柯文哲 编了这二十八亿之后 连个一面A4的买疫苗 采购计划都没有 完全拿不出来 一百万两百万的预算 都要计划了 二十八亿没有计划那怎么办 没计划议员整个的 可是他通过了 到最后在议会 警政卫生委员会 审查预算的时候 卫生局真的演不下去了 所以卫生局长黄世杰 在议会里面 公开讲说这笔可以删掉 删到剩一千块没关系 接下来更荒谬的来了 柯文哲市长 他每个会期 都会以市长的身份 到我们议会里 每个委员会去拜访 说那个议员审查预算辛苦了 请大家多多支持 结果他到警政卫生委员会 去拜访的那一天 刚好审到这笔预算的时候 就有议员问市长说 市长啊 你这笔是不是要删掉 柯文哲 他也在那边讲一句 他说全杀掉也没有关系 那当然如果今天连市长 自己觉得全删掉也可以 那我们议员 如果不删是我们失职 市府都跟你讲 不用这个预算 卫生局都跟你讲 他不用这个钱 他执行不了 如果我们还自己在那边 去说不行啊 不要删的话 那角色完全颠倒过来 议会收掉算了 所以后来在政党协商的时候 其实不要说有蓝绿之分 这没有任何蓝绿之分 大家都知道市府自己 不要这笔预算 那我们当时呢 也非常清楚知道 市府一定未来会把这笔账 推到议会的头上 为什么 你们议员不给买 把所有的罪嫁给你们 对 所以我们已经在所有的议事录里面 大会的议事录 委员会的书记录里面 相关的过程 全部一清二楚 接下来第二个 其实我们也在当时 就去研究过了各种的相关的法令 那我相信秦姐一定知道 因为我记得你也问这个问题 是疫苗买进来之后 是我们台北市自己分配 还是你要中央去统筹分配等等 很多议员都问过 那所以问完之后 其实真的市府也知道 他办不了这事 这事情就是这么的简单 所以这个也才不过去年的事 柯文哲市长和黄山副市长 他们要选举没关系 选举你要辩论政策 大家正反双方有不同意见 这都完全没有关系 可是你不能扭曲事实 你这样子等于又是再次的栽赃议会 而且柯文哲阵营 栽赃议会这习惯性 早就已经不是第一次 我们议会之前在审这个振兴 振兴预算的时候 他也是一样的手法 预算明明还没通过 就先开记者会宣告活动要开跑 那议会还在审预算 他们慢吞吞送进来 我们正在用心的审的时候 市府又突然秘书长 跳出来放话说 活动不能如期上路 都是因为议会不通过预算 议会又被甩锅 所以我觉得现在任何的 要来竞选台北市长的阵营 尤其是柯文哲和黄珊珊 黄珊珊还当过二十年的议员 你的政策 你的决定 你的预算 你要负责 不可以每次事情 不如你的预期 或者是你牛皮吹破的时候 你就把责任丢到议会的议员头上 因为议会的议员的天职 本来就是监督你的市府 如果你的预算 根本就只是一个吹牛 画大饼 你自己都做不出来的东西 其实删掉 这才是符合所谓的财政纪律 那你今天买疫苗的牛皮吹太大 本来应该要自己反省 结果他为了要把疫苗 这问题变成一个政治操作题目 竟然跳出来 然后说其实他都做得很好 都是议会的议员在打压 我觉得这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事情 如果按照苗布朗议员将所说的 这四个字是对的 叫自导自演 一开始就知道 我随便一张A4 没想什么计划 议员们一定不会接受 不不不跟后来就是不不下去了 跟就是说都是他们不让我通过的 所以当时的事实就是这样 疫苗的议题 只是选举当中的一个话题 连议题都谈不上 不管陈时中有没有党疫苗 不管柯文哲是真的想买 还是假的想买 我觉得这个话题都是这段时间 大家口水战 不是我们真正选举当中 关键性的议题 那真的是什么 因为他连议题都谈不上 他只是一个话题 口水话题 所以我要谈的比较宏观一点 陈时中今天去格斗场 扮演格斗战士 而且还很厉害 居然把教练都摔倒了 这又带起另外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是陈时中人设很奇怪 天天变来变去的一个话题 陈时中他是非常感秀的 比方说今天去当这个格斗战士 之前去当奶爸 然后到这个夜店 然后再去做什么这个怪叔叔 还去参加粉红化 做料理之类的 穿了全身的西装都是粉红色 就引起另外一个话题 陈时中的人设变来变去 这样不是很清明不错吗 很清明但是完全不符合他的专业形象 这就让我想起来民进党市长候选人呢 过去有一个人很喜欢变装 那个人叫陈水扁 但是之后我们看民进党推出的市长候选人 不管是李应元 苏贞昌 甚至姚文志 他们都没有这么爱去做变装秀 他们就实实在在的 去做各种的基层的拜访 或者提出政见政策 陈时中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 做这样的包装 可能因为他已经六十八九岁了 年龄偏大 大家觉得他更需要让他的这种好玩搞笑的这一面 暴露出来 但我觉得他这一套的这个系列 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加分 那如果讲完这么做 会不会可以好一点 讲完也不需要这么做 也不需要 讲完再这么做的话 我觉得说就让人家觉得说 更不像他了 更不像他 贵公子不能这样玩 而且这个也不是这样玩 而是说他没有必要 像陈时中这样子变来变去 大家觉得反感度其实蛮高的 那就是回应到我们选举 选举选过很多次 一般就是两大类 正面选举 负面选举 正面选举就是你个人的形象 现在的流行化叫人设 你的这个影响力 破例 能力 形象之类的 这些综合起来 综合指标就是 我要不要选你这个人 第二就是 你这个人不错 但是你提出来的政见 我接不接受 你也许过去当过法务部长 交通部长或什么 但是你提出来这个政见 符不符合此时此刻 这个城市的需要 这两个加起来叫正面选举 负面选举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你的这个 操守上的一些弊案 另外呢 就是人格上的绯闻 人格的绯闻 那这次很奇怪哦 这次大家的正面选举 没看到打什么 负面选举好像这三个人呢 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弊案 也没有什么绯闻 结果 那结果就是打一些 很奇怪的话题 对啊 像我也觉得很奇怪 蒋万安会说 签不签承诺 投降承诺书 他说我觉得很白 因为讲起来有点难听 没想到蒋万安 因为讲这么直白的话 白差 蒋万安也就是这样的话 就按照您刚刚说的 也没有想到选举 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今年台北市长选举 就特别奇怪 那我觉得但是有两个影响 一个叫仇恨值 那提出来陈时中的仇恨值 很高的叫做林家龙 原来仇恨值只是网路上的民调 或者做民调的人分析说 哪一个候选人 他的对大家的这种喜好度 大家对他的喜好度跟讨厌度如何 有的人我很喜欢你 可是我不见得会投你 那有的人呢 我很讨厌你 所以我更不会投你 那这个喜好度跟不喜好度 其实过去的民调都有 只是现在网络 就用一些更强烈里面 叫仇恨值 仇恨值其实就是不喜欢度的概念 不喜欢就讨厌度 讨厌度 讨厌到仇恨你 那这个也是这次 非常特别的一个新的指标 就是候选人仇恨度 我们发现 陈时中的仇恨度 真的像林家龙说的最高 曾经有一个民调 就是说喜欢陈时中的台北市的选民只有29% 喜欢黄珊珊的是50% 喜欢蒋爱安的是48% 那所以可能大家因为觉得陈时中是一个讨厌鬼 你看只有29%的人喜欢他 百分之七十一人不喜欢他 我都不喜欢你了 我怎么去投你的票 我不喜欢你 我还打脸自己投你一票 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不太大 可是照您这样说 为什么现在蓝白都在打陈时中的仇恨度 刚刚才能凶说要抢的是深蓝的票 就是因为 逻辑又不一样了 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这样把他的仇恨值打得更高 这个喜欢他的人从29%掉到20%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目前我们看到选战当中的一个 那同样的人家也在操作仇恨值 仇恨就是说 操作讨厌蒋爱安 或者操作讨厌黄珊珊 这个是我们目前选战看到这里 还没有重大的弊案 绯闻出来看到就是三个阵营 或者三个这个 这个他们的侧翼网军 在操作打相对的喜好度 也就是仇恨值 仇恨值越高 喜好都会越高 不会不会 那又爱又恨这种情况 除非是恋爱的对象 两个人说他们两个有感情 然后呢 因为有有爱情 可是彼此又个性不合才有仇恨值 一般的选民跟陈时中 没有这种爱情恋爱的这样的感觉 所以不可能同时存在 我仇恨值很高 我又很喜欢你 那就人格分裂 所以你不赞成刚才南兄所说的 蓝白现在打成仇恨值 是为了抢深蓝的票 为什么只有深蓝有仇恨值 浅蓝的浅绿的中间选民 就没有仇恨值 我觉得这个也是逻辑不通的 那我觉得深蓝的 他绝对不会投陈时中 所以深蓝的 你就不用考虑陈时中了 你做任何操作 要对深蓝的 操作陈时中是不可能的 深蓝只会在 蒋万安跟黄珊珊 两个人中间去流动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曾经在中秋节的时候 参加很多里长的园游会 那我们摆摊子送口罩 那隔壁一个民进党议员 他摆摊子送面子 那有一个老伯伯 从这边经过拿了他的面子 因为主动发 走到我这边 他看到我 他就拿着那个民进党的面子说 这个我不要 那我说好好好 我就把他收下来 你连送他一个东西 他都不要 这样已经不用再操作仇恨值了 因为深蓝不喜欢民进党 以及民进党候选人 这个我想已经毋庸置疑了 那最近如果说 包括蓝白都吵仇恨值 所以就回到陈仁科所说的 其实真正打到的是蓝跟白两个 对陈时中一点影响都没有 那我希望如此 操作仇恨值 就是操作让浅绿的中间选民都不要投陈时中 你看我想民进党在台北市的这个选票 绝对不是只有21% 可是喜欢陈时中的竟然只有21% 表示很多投民进党的人 到目前为止 他还不喜欢陈时中 他将来会不会含泪投票 因为他支持民进党 含泪投陈时中一票 这个就是陈时中现在要去努力 怎么把你的这个21%的 大家对你的这个喜好度 增加到43% 我想绝对不是去扮演奶爸 粉红趴 怪叔叔或者格斗 明天也许还有更多的这种变装秀 来增加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不能帮陈时中 增加他 人家对他的喜好度跟选票 所以民进党现在 我觉得他们的打法是有问题的 一路走来民进党的错误 他的选战当中的失分 到目前为止 是各个政党当中最多最大的 陈天兄要补充 要补充 那个秦议员 第一个他同意我的说法 但是他又不反 我没有同意你的说法 你同意就是他们两个 我没有同意你的说法 对不起你三张奇异了 不好意思我没有同意 你表现要同意我的说法 但是你要扣 我没有同意 你这是僵的老的辣 你扣在仇恨值 然后去离见林家隆跟陈时中的老队 我跟你讲 我没有同意你的说法 那个所谓的说法是普遍 因为政策没有百分之百 那同样有深蓝的 一样不管做得好不好 会讨厌整个小英政府的 当然绝对讨厌陈时中 小英政府的执政总是会有人讨厌 但是这些在哪一个业务 就会那一个部长盖瓜承受 那个当时林家隆部长是在讲说 这总体的这个部分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仇恨值跟黄珊珊跟蒋万安 在抢深蓝的票 这是两码子的事 但是你也很厉害 你故意把他扣脸在一起 然后你回避掉他们自己这个矛盾 我跟你报告 就是基本上 如果说你选举要从头打到这个 打到底的话 那陈时中确实可能当选 那陈时中现在很危险 因为陈时中基本上 我刚刚已经有分析了 基本上就是四六比 四六比现在往上爬 虽然在往上爬 但是在台北市的情况 说实在民进党没有乐观的本钱 陈时中也没有乐观的本钱 所以他在每一个阶层 他必须做亲切的接触 所以你不要想他变装 最会变装的是马英九也会变装 所以政治人物变装 并不代表说他不可以这样做 最重要是他变装的目的是什么 他要提出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去符合当时的情境 所以变装不能 他只是个手段 你不可把手段当做目的 同样的仇恨只是一个现象 你不能把现象 不能把这个现象弄成一种总体性的矛盾 然后来回避蒋万安跟黄珊珊 他们在抢深蓝的这个事实 我的回应这样子 蒋万安跟黄珊珊抢深蓝票 是不用操作仇恨 因为本来就会 本来就会抢 就是强调他的喜好度 谁喜欢我多一点而已 他们所谓不是的 他们在抢是要弃皇保奖 还是弃皇保皇 那是你不敢讲的 但是你不敢讲的 那个就叫喜好度 喜好度 但是投给谁 投给谁 集中给谁 谁就有机会 我觉得两位来宾 看法其实蛮一致的 对啦 你觉得呢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 所谓不签承诺书 会不会影响台北市市场选举 会不会影响台北市场选举